千阳礼到底是种怎样的礼 为何宗清宗的妻子朱皇后行过千阳礼后就羞愤自尽了 公元961年 宋太宗赵鹏祭出了杯酒士兵权的大招 从此凤朝拉开了中文义武的大墓 受此风气的影响 舞者社会地位地下 玩者指点江山 甚至飞扬跋扈 赵鹏祭终于可以说一个安理教人 但是一个国家没有了舞者的加持 就如同一个人没有了脊梁 无论如何 国父明强 歌舞生平始终不堪一击 公元1127年 金人南下事务破终 宋人大败 东京城破后 金人将灰亲二弟鲁为俘虏 亚王金国 一同北上的还有宋清宗的妻子朱皇后和后宫嫔妃 以及大量的朝臣和皇室成员 东京城中的财物也被强热一空 这就是令宋人耻辱不已的金康之耻 也是北宋灭亡的标志 金康之耻是北宋连京抗留的后续 是历史对传亡齿寒的一次成功诠释 到达金国后 金人对灰亲二弟以及中国人极尽羞辱 灭绝人性 在行过千阳礼后 宋清宗的妻子朱皇后 修奋难代 跳胡子劲 那究竟什么是千阳礼呢 千阳礼源于商朝是一种陪罪投降 扶手称臣的礼仪 行者双膝下会 右手现毛 左手牵阳 刑事该附近请罪有一区同工证标 但是商周时期的千阳礼没有侮辱的意思 他只是臣服着一种自然的表达 并且当时的这种礼仪只限于男性 金人的千阳礼其实完全违背了礼仪的内涵 他们将其变成了一种以羞辱为主的惩罚方式 他的刑事堪称野蛮 金人行千阳礼时 先是扒光俘虏的上衣赤裸上身 将刚扒下的血淋淋的羊皮披在俘虏的身上 然后在俘虏的脖子上系一根绳子 俘虏手脚并用被金人牵着 绕他们的祖庙跪行两到三圈 任由金人向祖上宣有他们的胜利和辉煌 千阳礼结束后 女人还会被赐予 就是让女俘虏沐浴更衣 在任由金国男人蹂躏到她 而朱皇后作为一国之母 这些领辱更是一样不少 甚至还被重点照顾 她遭受的事物绝非常然能够想象 公元128年8月24日 延安处着丈夫对自己的无能为力 朱皇后悲痛欲绝 她跳入了冰冷的湖水 朱皇后原名朱连 她死时年仅27岁 她是北宋皇室成员中唯一以死明智的人 她的骨气和奸真实在是令人亲屁不已 最后我们对朱皇后本人做个简单的总结 朱皇后 据倾国倾城之貌 怀仁慈宽厚之心 才华横溢 奸真中烈 实称最真姐皇后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 我是铁锅 感谢大家的关注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见 感谢大家的关注点赞和转发